第一隻 博外有威 其實他這場跑法跟之前都差不多 都是流後勁跑 但最後被小組抓了出來問 原來他過終點和終點後的余勢都很強 所以他的拆騎方式也引起了我注意 最後 蓮馬斯的口供最頂刺的地方 叫黎海榮為你流後跑 入直路的時候推上前 那就是蓮馬斯覺得馬有 但騎士又做不到蓮馬斯的要求 為什麼呢? 好 接下來就和大家看看月炮得 騎士就何責要 被譽為世界上最接近範天條的男人究竟是怎樣呢? 現在頭馬和他的馬 起碼超過10個馬位的距離 沒有10個都8個 前面都一直騎著 出彎的時候 他很明顯就不是薄殺的拆騎力 為什麼特意給右下角的直鏡大家看呢? 他就說他有外閃 但是其實也沒有完全影響到他拆騎 如果他再早點發力 早點拆騎 早點讓他有這個位置上來 他那一百零幾倍 就不是跑第四了 可能是跑第三 甚至乎有機會跑第二 所以 引起了少了的關注 好 跟大家看看燈膽精英 這隻馬又有什麼問題呢? 特意找回四條片 出閘的片給大家看 都是前前後後 贏馬就在左上角 巴道 一出閘 不斷散 不斷搶錢 但是我們看回其他三場 包括他 和施卓鋒都有 其實都沒有說很刻意去搶錢 所以就被小組問 結果是什麼呢? 搶錢就爆了17倍的難門了 聽一下煉馬師有什麼說 其實我都沒有說一個特定的指示給騎士 基本上你跑之前的制宇應該跟上星星差不多 那我叫騎士自己收拾 你覺得如果裡面的騎士 都沒有什麼去騎馬 你自己可以在前面 你就可以找個cover 可以儘量擺盡一點點 如果他們裡面的馬 每個人都堆得很快 那我叫他們自己收拾 好像上次那樣 最少都是等騎士自己 執生一下步驟 好 來到最後 一隻馬就是經濟勇士 毛顯東拆騎 被我以為是最無厘頭的一個佛天條 大家可能會不認同毛顯東的拆騎方式 但是這一場呢 我就覺得 他絕對不會是 導致佛天條的一場 他現在在內蘭 其實他真的在穩定位 騎下去 你覺得他好像很柔 可能一個位置有點窄 但其實他再騎下去 你看這個勢頭根本就不好 外面飛黃星後黃龍大將那些 一蓋就已經過了 那他是不是值得被罰天條呢 究竟